来到彰化方圆外海潮间带 大量客家上头都覆盖着类似稻草植物 让柯田看起来像是稻田 柯农表示 原本留着牡蛎是要开放给游客采收体验 一场风灾过后让他们损失惨重 在地立法委员接获地方陈情 邀请相关单位前来看灾 上周农业部已将云林 嘉义 台南及屏東县 都列入灾损救助区域 各种期望彰化县也能纳入救助范围 就是看我们天然灾害救助的一个标准 希望说我们的游业署这边 能够提供相关的协助 那也希望说这一次 大家能够对于我们受灾的这些游民 都给予相关的这样子的帮忙 那目前的天灾的救助的部分 因为都是属于平挂式的 大概都是一公顷三万三千块 一公顷不是一分地 一公顷三万三 对啊 如果一分地三万三还OK 农业部渔业署副署长当场允诺 已将彰化县纳入灾损救助区域 并将协同彰化县政府收集灾损资讯 全力协助受损渔民尽速复养 新唐亚太电视叶席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